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外电报道 两人在镜头前握手和寒暄 然后与幕僚一起坐下来开始会谈 这次是自从7月在印尼巴黎后 中美外长首次会面 王毅昨天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 王毅又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可能建立在 你输我赢的基础上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日本韩国访问 并与日韩领袖举行双边会谈 资深官员表示台湾议题将出现在与日韩的各种双边会议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以及对中国近来在台湾周边行动的担忧 白宫日前宣布贺锦丽将率团在9月25至29日前往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访问 会见日韩官员 期间将出席东京时间27日举行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葬 也将重申美国在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下对盟友的承诺 并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总体参与 此次是贺锦丽继去年8月下旬前往越南与新加坡访问后再度造访亚洲 拜登政府今天宣布了打击阿片类药物大流行的新措施 其中包括向各州和地区拨款近15亿美元 以提高人们对此的认知 并增加纳洛同等大剂量逆转剂的获得 根据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 2021年阿片类药物危机导致超过10.7万人因为药物使用过量死亡 比去年增加了近15%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拜登总统认识到使用药物过量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影响到大城市小城镇部落土地和这些每个地方的每一个社区 据了解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的15亿美元赠款将流向各州 部落和地区以支持采取措施 如大量增加获得物质使用障碍治疗的机会 和消除使用纳洛铜的障碍等举措 根据国家计算局的数据 从周四到周末的气温逐渐升高 下周南加州许多内陆地区的温度预计将达到90和100多度 河滨县气温将在26至27日周一和周二攀升至101度左右 预计圣贝纳迪诺的趋势和河滨县相同 下周一和下周二当地的气温最高将达到102度 沉县的一些地区则将在下周二迎来最高温 安纳海周二最高可达97度 福尔城预计将达到98度 洛杉矶县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范围将在90到100度之间 其中 Burbank周一和周二的气温则将达到101度 不过气象绝佳预计这次热浪不会像上一次在8月底和9月初的那一场热浪那么强烈 此次热浪不会伴随由热带风暴和其他季风模式助长的异常湿度 此外预计这一次热浪也不会打破任何每日高温记录 当前许多地区的高温记录都在105度左右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